烟花三月下扬州 漫想生活 美食之旅 在这个充满活力的季节 我们来到了扬州这座美丽的城市 烟花三月下扬州 生活节奏慢 休闲娱乐多 还有世界美食之都的认证 这座江浙户最适合躺平的城市 两天时间足以让你沉浸在它的魅力之中 首先来到大运河博物馆 感受隋唐时期扬州的繁华盛世 这座博物馆以其丰富的历史文物 和生动的故事讲述 带我们穿越时空 重温那段辉煌的历史 这里展示了扬州 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 以及运河的繁荣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时间紧张 也别错过这些必须的展馆 记得提前预约哦 在烟火老巷子里 寻找最地道的扬州味道 这里的街头小吃琳琅满目 从青棵烤模 烤猪蹄 米巴紫薯卷等美食 到甜品 点心和特色饮品 让你的味蕾竞享盛宴 不妨尝试一下这些美食 他们将带你领略扬州的地道风味 下午我们来到了和园 和园是一座美丽的园林 被誉为天下第一花窗 在这里你可以欣赏到中式美学的魅力 感受园林艺术的精髓 漫步在园中 感受着古人的智慧和匠心 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的世界 傍晚时分 我们来到了皮士街 这是一条文艺的街道 充满了历史的气息 在这里你可以体验中式手工 自己做一把飞翼彩膳 你可以在街头巷尾的小店中 挑选一些手工艺品或特色小物件 为自己的旅行增添一份独特的纪念 第二天早上 我们来到了本地人推荐的花园茶楼 品尝扬扬州早茶 扬州早茶是扬州的一大特色 这里的茶馆众多 每家都有着独特的味道和故事 在这里你可以品尝到 各种美味的点心和茶饮 感受扬州人民的悠闲生活 随后我们来到了寿西湖漫步 这里的风景如画 湖光山色令人陶醉 在这里你可以欣赏到 二十四桥明月夜的美景 感受这座城市的宁静与美丽 夜晚的寿西湖更加迷人 月光洒在湖面上 宛如一幅水墨画卷 扬州的春天真的太美了 错过就要再等一年 在这个季节里 让我们一起踏上这趟美食之旅吧 如果你也有过扬州之旅的经历或心得 快来评论区分享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